好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份投影片 這是上禮拜做的 我最近寫了很多十分鐘的東西 十分鐘可以看完的投影片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你禮拜三就說十 對對對 結果像禮拜三我把那個十分鐘的投影片拿來講 講了兩個多小時才講完 所以我不知道這次我到底會講多久 不過我預期這一份應該是比較快一點 不會像禮拜三的那麼誇張 那我們希望用十分鐘稍微了解一下 人工智慧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雖然我們剛剛已經看了一個影片 可是英文的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沒看懂 好 那我們就用中文的來講 好 那電腦發明以來 很多人就想要讓電腦變聰明 特別像圖靈這樣的人 他在非常非常早期還沒有電腦的時候 他就在想怎麼樣讓電腦變聰明這件事情 所以在還沒有電腦之前 人工智慧的理論就已經開始發展 那在1952年那時候其實大概已經有世界第一台電腦 可是問題是那時候的硬體是長怎樣呢 那時候有螢幕這樣的東西嗎 沒有 那時候的電腦是怎麼用的呢 它是粗暴表紙的 然後你要用打孔卡把你的程式用0語1刻上去 然後輸入到那個電腦裡面 看到你的就是電腦的記憶體裡面才會有你的程式 然後他就直接會執行 執行完之後用印表紙印出來給你看 這種情況之下 他怎麼有可能要寫什麼下棋程式呢 你不會希望用印表紙跟他下 而且那時候也沒辦法這樣子 他一個程式執行完之後就沒了 再也沒有第二個動作的可能性 OK 所以既然沒有電腦可以寫那種程式圖0 要怎麼設計下棋程式呢 但是如果各位了解圖0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數學背景 在圖0那個年代根本就沒有什麼子宮系 子宮系是非常非常晚到我們這個年代才出現的東西 在圖0那個年代不只沒有子宮系 根本就沒有電腦 所以他要怎麼樣子才設計下棋程式 但是他是數學背景的 他的腦袋非常的logical 非常的有邏輯喔 所以他可以克服這種問題啊 他的辦法就是既然沒有這種機器 那我寫一個程式 我用我的腦袋 假裝是那個程式 一步一步來執行 OK 那我就根據這個程式來執行 那根據這個演算法來跑 最後這個演算法決定到底要下哪一指的時候 我就把那一指下下去 所以他就找來一位同事 這個同事非常的偉大 跟他這一台圖0機做對象 這裡所說的圖0機不是指計算理論裡面的那個圖0機 而是圖0本身變成一台機器 然後跟那一位同事對象 結果他同事每下一指的時候 圖0就要開始 他不能夠用自己的想法去下 他要根據他的演算法 然後計算自己的演算法 最後會算出我應該下哪一指 然後再把那一指下下去 所以他是一個人腦圖0機 用他的人模擬電腦的CPU 然後計算出來的結果去下那一指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 對啊 看起來好像圖0是很厲害 我覺得是他那一個同事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一步就要半個小時之後 他才會下下去 你要在那邊等他半小時 這個同事實在是厲害 好 那下這種期我是沒辦法 我會覺得 你要坐在那邊半小時陪你下這種期 才下了一步 圖0因此他寫了一篇 這可能是他這輩子最後幾篇論文之一 因為他1954年就死了 1953年他寫了人工模擬電腦下棋 這一個論文 這裡我還是從那個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電腦歷史博物館裡面 揭出來的圖 你會看到Alan Turin vs. Eric Greining 他的同事名字叫Eric Greining 那這個是他們下的期 你會看到他的這個期跟標準的西洋期一樣嗎 好像是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對應該算是一樣 OK 但是 各位猜測 最後誰贏了 是圖靈基贏了還是Greining贏了 最後還是Greining贏了 而且應該沒有下很久 Greining就贏了 因為他這個城市的期力還算很低 OK 但是在那個年代能夠做出任何會下棋的城市都是不得了 1956年 就在他53年寫了論文 52年下的 那56年的時候 美國的羅沙拉摩斯的國家實驗室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發明一個子彈的那個地方 人員根據圖靈的理論 在Miniac 1 這一台電腦上面 設計出全世界第一個電腦程式的西洋期 那時候電腦的能力已經開始進步了一點 那 這件事情是下棋 圖靈跟下棋之間的關係 但是事實上在思考下棋這個問題之前 圖靈就已經在想一個更難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謝謝 怎麼樣子判斷一台電腦或一個程式 是不是具有可以和人類批敵的智慧 這個問題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你有辦法提出一個方法來檢查電腦到底有沒有智慧 電腦到底有沒有智慧這件事情 該怎麼檢驗 有些人就很簡單 我說他有智慧他就有智慧 我說他沒智慧他就沒智慧 那 這個就是一點都不科學 這個是政治不是科學 如果你們在與校長有約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 你就問校長這樣的問題 校長說 我說他有就有 他沒有就沒有 你跟我吵什麼 我們遇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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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那 那 那 這個就是政治問題 對不對 對 但是 什麼是科學的問題 你要有一個方法 是放諸四海接準 跟人沒有關係的 盡量跟人沒有關係 就是科學的開始 好 所以圖靈提出了一個 比較科學的方法 沒有百分之百的科學 因為他還是跟人有一點關係 但是比較科學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什麼呢 他說 OK 我們 可以 用一個方式來判斷電腦到底有沒有智慧 假如你今天寫出了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可以跟人做聊天的動作 那 我就可以問他 欸 到底 你是誰 他說 欸 我是 他不告訴你我是電腦 他說 我是小明 對 那 接下來說 那你幾歲 我說 我23歲 之類的 那他就這樣跟你對話 你有沒有辦法判斷說他到底是一個城市還是一個人 當然這個對話不是看得見的 你不是看見他 你是用電腦就像MSN或者是Facebook這樣子在跟他聊天 各位現在應該都知道Facebook上面有一大堆Facebook機器了 對不對 我身為我的網友 反正就是 五千已經滿了 事實上訂閱的可能還有超過一萬人 那 那 問題是我還身兼幾個大型社團的版主 包含混淆的效果討論區版主也是我 好 那 你常常會碰到那個要求加入申請說 欸 我要加入社團的人 你要怎麼判斷他到底是一個人 還是一個帳號 一個不存在的程式 你要怎麼判斷 其實沒有辦法很快的判斷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訊息給他你應該可以判斷 那些通常不會回 OK 你訊息給他這個判斷 但是我通常沒那麼熱 沒那麼努力 那我怎麼判斷呢 每次我看到正妹照片 欸 有化妝 看起來就像機器人 就給他擦掉 OK 常常是這樣 但是圖靈的比較進階一點 他要跟他聊天 聊天之後呢 你才判斷說 欸 這個是不是人 其實你聊天很容易 比較容易判斷出來 那可是 如果你的程式可以成功的騙過你 那這個程式就蠻高竿的 他就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智慧 好 所以 浮靈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那 到底 他的分辨率要到什麼程度 才能夠說 電腦是 真的完全通過這個測試呢 各位覺得他的分辨率應該到達哪裡 也就是說 他的錯誤率應該到達哪裡 他應該猜測 這個 決定的正確率應該到多少%之後 我們才能夠說他完全通過圖靈測試 這個程式完全通過圖靈測試 事實上 真正完全百分之百無法分辨的情況 他的分辨率絕對不是百分之百 為什麼 應該是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隨機的 用 人和電腦的比例是 50% 50%的情況 去做測試 但是對方呢 每兩個就會猜錯一個 這時候其實你就已經完全通過圖靈測試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每兩個猜錯一個 就代表他根本完全無法分辨 對 前一陣子 英國有一個實驗室 他們說 他們做出來的程式已經通過圖靈測試 OK 那 結果我看到他們的正確率 百分之33 百分之33 所以其實他們並沒有完全通過圖靈測試 他們所通過的測試是什麼呢 是因為當時圖靈在寫論文的時候說 或許我們在十年以內 就可以成功地騙過百分 就是成功地讓圖靈測試的正確率到達百分之33 就是通過率到達百分之33 那他就做這樣一個句子 那就被拿來說 OK 圖靈測試就是以百分之33回標準 事實上不對的是完全無法辨認的情況是50% 還代表完全無法辨認 OK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圖靈測試到底有多有效 你的程式能夠騙過人 就代表那個程式真的有智慧嗎 到底圖靈測試的效力如何 後來發現其實圖靈測試並不是很有效 沒有辦法非常正確的判斷 到底這個程式有沒有智慧 為什麼呢 因為人太笨 人太容易被騙 你可以試試喔 你可以試試跟那個聊天機器人 比如說Facebook之後 跟他聊聊 現在有些Facebook的機器人可以做到還不錯 你不要跟Facebook的機器人聊 你現在手上 我看大家都在玩手機對不對 手機上面就有了 不管是Google還是iPhone Android還是iPhone對不對 你就Siri給他點上去問他問題 你這裡的最大一個問題是 你知道他是Siri 如果哪天你不知道他是Siri的時候 你跟他聊 你有沒有辦法判斷他到底是人還是電子 OK 那後面有很多搞笑影片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看 我們下課是不下課的喔 因為大家下課課 1964年的時候 MIT的人工智慧實驗室 Joseph這個人 他設計出了一個稱為Elisa的城市 這個城市只用了非常非常簡單的規則比對 結果就成功的騙倒了不少人 讓那些人認為Elisa是個真人 這個就是Elisa交談的一個畫面 你跟他聊天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人 這個是心理醫生 這個不是Elisa的版本 這個是心理醫生 他基本上就是電腦程式當諮詢師 你可以問他心理問題 他會幫你檢查 OK 那 根據後來設計出來的Elisa這些的成功力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圖靈測試並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判斷 程式到底是不是有智慧 因為人太笨 Elisa一直被批評一點 批評什麼樣的一點呢 這裡是Elisa的論文 最下面 Elisa的論文 你如果去看你會發現 他就是用簡單的關鍵字的方式 然後有一些規則 然後其中呢 他會把你所問的問題的一部分抽出來 然後改反問你 舉個例子 什麼例子呢 他說 你就一進來跟他聊天的時候 說你是誰 他就說 只要問到你是誰這個東西的話 他就會回答說 我是某某某 他給你一個名字 OK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能會跟他 問他說 那你幾歲 只要他看到幾歲 這兩個字呢 他就回答你 他幾歲 然後他還可以反問你 那你只要跟他說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你知道 他只要看到我知道 我 我 怎麼樣 他就會問你 怎麼樣 你為何怎麼樣 OK 所以當你跟他說我怎麼樣的時候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他說 你為何今天心情不太好 很合理吧 很合理吧 那再來說 因為 我女朋友跟我分手 他說 那你女朋友為什麼跟你分手 因為 昨天我玩魔獸的時候慘電他 然後 他就會問你 那你是怎麼慘電他的 聽起來都很像人啊 很像人啊對不對 但是 他其實用到的技術非常非常的簡單 關鍵字比對 簡單的規則比對 就結束了 你說 這樣的方式叫智慧嗎 很多人會覺得 這根本就是騙子 哪是智慧 他只是在欺騙你而已 但是 這樣講其實怪怪的 因為我們認為簡單的規則比對 簡單的關鍵字比對 不叫智慧 那問題是 那應該怎麼樣子才叫有智慧 用很複雜的方法 讓人類都搞不清楚的方法 或者是一定要模擬腦袋的運作方式 用電流還要用生物細胞 才叫有智慧嗎 到底什麼樣子的方式 我們才認為他有智慧 好 現在有個問題 你小學的時候都學過對不對 而且你學了好幾年 這個我特別清楚 因為我兒子剛學完 做加減乘除算不算智慧 小學一到四年級的數學 不都在做加減乘除嗎 你學了四年的東西 電腦要學多久 不用學 因為他內建 CPU內建加減乘除 他不用學 那會加減乘除 其實就是一些簡易的規則 如果你學過二進位的加減乘除 你更清楚 那個對電腦來講 完全不是問題 AND OR NOT就做完 加上SO SO也可以用AND OR NOT做完 所以那完全不是問題 加減乘除就是簡單的規則 總和 進位 兩個東西一直穿下去 結束 這是加法 二股數 變減乘 層呢 稍微複雜一點 要用個回圈去控制 對不對 讓他做很多次的加法再加一位 OK 就做完 除了就到過了 本來一位往右邊的 一邊往左邊 這樣子就做完 而且 各位可不可以比比看 你可以跟Google或Siri 比比看誰算加減乘除比較快 保證像剛剛那個 比剛剛那個意志問答還要慘 對不對 一定是完勝 你一題都沒有機會 最後一定是N比0 對吧 所以在人工智慧領域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 當電腦可以做一件事情之後 那件事情就會被認為是沒有智慧 從前說 下棋是智慧 是從電腦會下棋之後 大家認為那只不過是個 照規則玩的遊戲 不算是有智慧 那說OK 那你能不能 教電腦開車 結果2010年 人家Google推出自動駕駛車 已經得到了 美國的合法駕照 在路上已經開了6年了 結果發生什麼事 他從來沒有撞到別人過 有一次撞到別人 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人類手劍 不是去撞他 是那個是被撞 我們現在說他自己是撞別人 是因為人類手劍 就是那個開車的人 Google駕駛車的那個人 他把它調整成手動模式 去開啪就撞到 Google駕駛車出車禍 所以 基本上給他自己開 不會出問題 你讓人去開 就會出問題 另外一個 他常常 之前發生的事情 演算法還不夠好 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他撞別人 他不會撞別人 他很保守 他知道生命很可貴 所以他絕對不會去撞別人 問題是 你知道嗎 我們看那個 大家現在有多少人有開車 有開車舉手一下 沒有 那你騎車也應該會知道 騎車大家都騎車 那騎車 你如果突然之間 在距離那個紅綠燈五公尺的地方 看到他變燈了 你會怎樣 把燈關掉 會衝過去的人請舉手一下 會衝過去的人 五公尺 五公尺 好 請放下 你會停下來 你會硬停下來的請舉手一下 OK 好 大概也有五位 五五波 Google駕駛車的決定是什麼 對 跟後面的人一樣 停下來 停下來 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就要擊殺 對不對 我擊殺後面就會追撞你 所以 剛剛採取後面那個策略的人 你要小心一點點 有可能會被追撞 擊殺 導致被追撞的情況 危險度很高 所以如果五公尺的話 我都不停了 我就衝過去了 十公尺的話 我可以緩殺 我就停 OK 但是 Google駕駛車在早期 常常這樣被撞 我相信他演算法應該改掉 不然他就擊殺 啪 然後後面蹦 結果Google駕駛車就被撞 好 電腦一開始就是被設計用來做計算 電腦算得非常快又非常好 所以算數就被認為不具有智慧 後來電腦可以下的一首好奇 從景緻遊戲 很簡單 各位 這門課如果你可以寫個景緻遊戲 而且是電腦跟人對象 你就會開始對人工智慧很有感覺 如果你可以寫五指旗 電腦跟人對象 那你的程度就變高竿了 如果你可以寫西洋旗 而且可以打敗我 那你應該會有九十分以上 或者是象棋 那所以 當電腦已經打敗了Kaspalov世界奇王之後 人們就認為說 下棋不算是一種真正的智慧 因為他是造一個非常清楚的規則 然後就有人說 電腦在圍棋上面永遠下不過人類 可是各位知道 就在最近 就是最近 AlphaGo 這一個城市 他是誰做的呢 Google旗下 Google不是最近改叫 Alphabet 對 Google改名了 叫做Alphabet 然後Google還是在 Google變成Alphabet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但是還有很多其他子公司 其中有一家叫 DipMind專門做人工智慧 然後DipMind這家公司 創造出了一個叫AlphaGo的危機城市 前一陣子他就把歐洲奇王找來 簽保密合約 然後簽完之後 OK 他會給他那個就是 費用 然後請他跟這個AlphaGo下棋 然後最後 歐洲奇王 慘敗 電腦贏了 所以 圍棋已經開始被電腦攻克了 圍棋 圍棋的變化其實是很大的 在所有棋類裡面就圍棋最難 最後一種 棋類已經被電腦攻克了 這個月我們都在等 他要挑戰世界奇王李四十 如果李四十也被打敗 那圍棋就完全有電腦阻擋 所以圍棋很可能又變成不具有智慧 那有人會說電腦沒有辦法從事像醫生這樣的複雜行業 醫生做什麼事 其實醫生就是幫你診斷 看看你是什麼病 然後檢查 然後開藥 然後 這是內科的 對不對 外科的話就要幫你開刀動手術之類的 都外科 絕大部分不是外科的 因為現在外科沒有人要做 搞不好哪天他會 其實現在開刀也幾乎都是用機器人在開 各位知道嗎 怎麼講 現在很多是人機合一 人機合一的情況是最常見 也就是說幫你開刀的 其實你還以為他像那個怪醫勤博士那樣子 就攤在台子上 然後我就刀子這樣插嗎 不是啦 現在幾乎都不是這樣了 現在醫生在開刀的時候 不是那個 他躺在台子上面 我這樣插的 不是 好像吃牛排 不是 現在是一台非常貴的機器 直接內視鏡又插到你的裡面 然後用內視鏡 他可以放大放大之類的 然後再去開你那個非常細微的部分 像我上次氣胸他就是要把那個 破掉的那個背炮 導致氣胸的原因 他把那個剪掉之後止血 現在開刀其實都是人機合一 但是接下來很可能就是 不需要人 機就夠了 所以外科也是可能的 我那天看那個電腦 叫達文西在縫合 他縫不是縫一個人 他縫一顆葡萄 葡萄皮他撕下來 請那個達文西幫他縫回去 用外科手術的方式 縫得很好 完全自動 好 那電腦 從事一個比較不危險的情況 就是內科 內科就是幫你診斷開藥 這件事情 1960年代初期 史丹佛大學有一個叫 埋性的系統 埋性是什麼 埋性是抗生素 小時候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 她每次我們流血 弄到什麼傷口 她就給我們塗埋性 為什麼我長大之後才知道 我們這樣做好奇怪 人家是塗小護士 為什麼我們塗埋性 那明明是用來塗眼睛的 但是好像也有效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抗生素都可以殺死 細菌 對 但是很怪 那 1960年代初期 埋性就已經在抗生素開藥 這件事情上面 成功的打敗醫生 他開對抗生素的比例高達 百分之六十九 各位會覺得六十九怎麼那麼低 請問你知道 醫生開的正確率是多少 可能五十都不到 可能五十都不到 你知道嗎 那個 胸部S光片 那才是厲害 醫生的正確率 醫學MG訓練出來 最後大家有一次他們集合來做測試 大家來看這個S光片 他那個已經確定病名 那個都開刀過 或者最後已經確認確診的病例 一張一張秀出來 醫學院的學生都要考 一張一張一張秀出來 你說這個是什麼病 你說這個是什麼病 這有沒有什麼問題 結果呢 上次那個網路上有一個醫生 叫小智智他在寫 結果他們做完這個測試之後 發現正確率百分之二十幾 所以未來到底看S光片 應該用人腦還是電腦 這會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電腦可能應該不會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最近IBM的華生剛剛各位看到了 他其實去參加一支問答這個酒派底 其實他不是設計來參加一支問答的 你知道 IBM設計他是有目的 你想想看如果 IBM都是吃那個大企業市場對不對 全世界最大的企業 除了銀行以外 大概就是醫院 IBM其實是想吃下醫療這一塊領域 利用誰?利用華生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華生贏得比賽 但是後來好像那個只是一開頭 後來華生更進化 那兩個人根本就沒機會 那華生的一個最大用途就是用在醫療診斷 他為了要取代醫生 各位知道我們健保快破產對不對 其實我相信健保局最後會有絕招 這很簡單啊 我要降低成本 這是台灣人最厲害的地方 所以會降低成本 但是 有誰的成本比電腦還低呢 如果今天電腦 懂得開廚房間的話 其實電腦本來就可以開廚房間 我隨便選一個都是廚房間 問題是他開的多好問題而已 那我電腦如果可以開廚房間開得很好的話 那健保快破產的時候 為什麼乾脆用電腦直接幫你開藥就好 節省大量的成本耶 但是這樣醫生就失業了 以後生病不需要看醫生 只要看滑生就可以 然後 像開車這個 看Google已經 剛剛已經講過了 Google駕駛車 而且不只Google你知道嗎 最近特斯拉已經把這個自動駕駛功能 放在他的Model S 真正在賣的車裡面 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就放他自己開 你就可以在旁邊打電腦寫程式或用手機 但是 我後來發現 特斯拉的版本 跟Google的版本好像Google比較強 而且Google他的車子 他是有特殊設計過 他的上面 有那個 裝置 可以偵測周邊的情況 還可以接上衛星導航之類的 所以Google好像還是比較強大 雖然特斯拉是商用 已經商用化 各位知道特斯拉這家公司 他的那個 電動汽車 在那個 美國加州的銷量 已經早就打敗保釋捷 所以我們看起來好像很少 欸 怎麼會這樣 耶 突然跑出一個提示 這 好 打敗保釋捷 這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 哪一天他打敗Toyota的時候 各位就不用學開車 很有可能 在我還活著的時候 我老年的時候 我開不動車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不需要開車了 為什麼 因為車子會自己開 我只要輸入我要去哪裡就好 不過這件事情在美國比較容易 在台灣都會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的路 路況 比美國複雜很多 像 在金門的話我覺得是OK的 所以 我如果晚年住在金門的話 我覺得還好 台灣的路況會更複雜 我在金門我都可以自己開車 沒有問題 但是每次去台灣 就算有車我也不會敢開 那個 台灣的開車 那個車子跟車子之間的距離都 非常非常小 然後前面跟後面的距離都非常小 又開得很快 如果你開得很慢的話呢 人家會給你888 對啊 那很恐怖啊 在金門都沒有問題 所以 我希望 我下一台車 就可以有自動駕駛功能 希望我這台車還可以再撐個十年 人類所學會的技能 慢慢的都被電腦超越 在場的同學你有用過Siri的請舉手一下 一二三四四四四位同學 好請放下 而且來用過Siri的好像還不是很多 我有時候我兒子就常常打開那個Siri 欸Siri幫我幹嘛幹嘛幹嘛 欸刀劍神域在哪裡 或之類的 就直接問 然後有時候他故意跟他對抗 想一些他不會的問題問他 然後當然有時候就很多奇怪的回答 那Siri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他會聽而且會說 會聽的這個東西叫做語音辨識 在人工智慧的技術裡面 語音辨識 會說叫語音合成 辨識和合成其實都相對成熟 合成是最成熟的 Siri講的話你會覺得他很難聽嗎 其實還蠻好聽的 那辨識的部分呢 有時候他會變錯 所以這裡還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但是這個東西最難的 其實是那個了解你的問題 然後最後用正確的回答 回答你的這部分 這個才是圖靈測試 所要達到的那個東西 那當初Elisa就做到 用比對的方式 成功的欺騙很多人 Siri只不過是把這樣的技術 弄得更強一點 然後應用在手機上面 所以你只要問Siri 跟手機無關的問題 也就是手機做不到的那些問題 就說要怎麼教女朋友這件事情之類的 Siri通常是會回答的不好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 我要買台積電的股票 他馬上就幫你開出台積電的股票 甚至下單的APP都幫你開好 是可以的 你說我想要去哪裡 他就開出地圖來給你看 是可以的 所以Siri其實是更強大的Elisa 那人類所會的技能到底是哪些 聽、說、讀、寫、推理、畫圖、作曲、移動、開車、開飛機 這些能力 電腦其實現在幾乎都做得到 各位會覺得電腦會做曲很奇怪嗎 電腦做出來的曲其實很好聽 只是可能他有某種模式你會覺得好像聽久了 就是那樣 可是其實人類做的曲也不見得有多好聽 甚至我做出來的曲真的難聽得不得了 那畫圖 這一件事情其實對電腦來講 反而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電腦要把別人的圖拿來貼給你是太簡單 可是要讓它創作圖稍微難一點 也不是做不到 而且前一陣子我看到有個東西 就是電腦他可以把 譬如說他會看一大堆圖 然後最後他就學會畫家的風格 譬如說印象派的 然後接下來你就給他一張B卡索 請把這張B卡索畫成印象派 他真的把B卡索畫成印象派 或者是你給他一張 譬如說蒙娜麗莎的微笑 他幫你變成反骨的風格 做得到啊 現在完全可以做到 那對人類困難的事情 對電腦不見得困難 像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對電腦一點都不困難 還有什麼更困難的 對電腦一點都不困難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背單字 你背單字背得過電腦 他是過目不忘 對不對 但是我要背單字 這個就引起我自己本身悲慘的回憶 我國中的時候每天都要背20個單字 因為每天都要考20個 我總是背不起來 每天都被打 塗綠油精之類的 一直被打一直被打 從第一堂課打到最後一堂課 所以那時候我還很想自殺 你知道嗎 那就是這樣 背單字這件事情 我覺得如果必須要為了這件事情 在我腦袋只錄個晶片的話 我會願意 讓我從此不用背單字 好 那對人類很簡單的事情 對電腦反而可能很困難 那背單字 你絕對贏不過電腦 但是 但是對某些東西 對電腦來講很難 記憶力電腦絕對沒有問題 0與1記了之後不會忘記 怕忘記就寫到硬碟 下次還可以載入 還是不會忘記 對不對 再怕硬碟損毀呢 就直接傳送到網路上 送到雲端 如果損毀的時候再下載 我會忘記 那 這裡就有一個很大問題 有些人說 我這個行業需要很多的domain knowledge 我需要很多的訓練 才有辦法訓練好一個 這個行業的專家 所以他絕對不會被電腦取代 你覺得這樣的邏輯通嗎 其實往往相反 那種完全不需要訓練 你就會的東西 反而不會被電腦取代 但是 你要訓練很久那個東西 就代表你需要遵守某個規則 需要遵守規則的事情 你比電腦還會遵守規則 電腦是最會遵守規則 所以會計師要什麼 算帳 其實現在的帳目 各位知道SAP這樣的系統嗎 SAP是德國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企業資訊軟體公司 台積電 什麼那些全世界上市公司幾乎都是用SAP 還有 德國的工業4.0 最近炒得很紅 基本上為什麼德國會提出工業4.0 就是因為他有SAP 他希望透過這種企業資訊軟體 把 直接讓工廠連到客戶端 客戶未來直接跟工廠訂貨 你根本不需要透過中介商 工廠就直接出貨給你了 而且他可以根據你的訂單 專門為你量身打造 他給你一個專家系統 問你要什麼 最後做出你要的東西 那如果SAP今天 他本身就有會計很豐富的會計系統 很豐富的生產系統 如果今天把這個東西再智慧化一點 SAP就懂得自動會企業爆帳 甚至你想要兩套帳三套帳 他都可以幫你幫 為什麼要兩套帳 一套給別人看 一套我真正 但是那樣會被激合 所以你要有個防火牆 避免國稅局來查稅 那醫生不就是看病開藥之類的這些事情 以剛剛的那個華生的例子 可以做得很好 律師 律師最大的困擾就是一直去查那個案例 查那個法規 查案例 查從前的判決之類的 這個事情電腦很強啊 你搞得過搜尋引擎嗎 你的腦袋比搜尋引擎強嗎 現在律師往往那個像之前那個什麼 桃園縣長劉邦友被槍殺案 全家都滅主了 最後剩下一個植物人 二十幾年的還沒破案 人家都說那個是買槍手直接從海外進來 然後殺完之後又出去了 沒有任何人知道是誰 卷宗堆在我同學那裡 一大堆都不知道怎麼看齊 電腦如果它已經電子化的話 電腦需要幾秒可以看完它 那麼一大堆 一秒 你可以跟電腦比這個東西嗎 沒辦法 三歲小孩都會的東西 對電腦非常困難 例如 三歲小孩都可以輕易的說 這是一台電腦 這是一台iPad 這是板插 而且他會把它拿起來去插黑板 這件事情電腦 到現在幾乎做不到 你有看過什麼電腦 他可以 他可以 譬如說拿起板插去插黑板 拿起這個筆 麥克筆就去寫黑板 這件事情三歲小孩畫畫 三歲小孩都會做 電腦做不到 人類只要寄的單字足夠 像我最困難的就是寄單字 但是只要寄的單字足夠了 我做翻譯是沒有問題 我可以把英文翻成中文 但是問題是 單字不夠你要常常查字典 就麻煩 但是目前文章翻譯對電腦 還是很困難的任務 電腦絕對不是因為寄單字不夠 而沒有辦法正確翻譯 它很可能會是因為寄單字記的太多 不知道該用哪一個 結果翻得很爛 還有語法結構上面 有時候你翻譯一個東西 真的沒有辦法用字對字的方式翻出來 舉個例子 請問英文的牛是什麼 我們知道英文的豬是pig 雞是chicken 那牛呢 公的還女的 對 母的呢 靠 靠 靠是指母牛 還是指乳牛呢 那公的呢 公的叫什麼 阿斯 英文根本就沒有牛 那 那 英文我們會講父母 對不對 就在中文上面可以 可算一個詞也可以算兩個詞 英文你要講父母怎樣 怎麼講 parent parent 那 你把parent翻成中文 翻成父母好像還是怪怪 對不對 所以 在這裡其實他反而單字量絕對不是問題 但是 怎麼選字 怎麼樣子調整結構 怎麼樣子很順的變成一篇文章 這是他的問題 不信的話你可以用Google來翻譯 這是北風與太陽 這個詞 他這句翻成 北風與太陽進行的爭論 這是更強的 當客人來到一起包裹在一個溫暖的外衣 他到底在翻什麼 每一個字他絕對都認識 電腦不可能不認識字 有啦 新創的 或人民 那個沒辦法 那個 但是 這裡不是啊 這裡都沒有人民啊 也沒有那個 那他就是翻得很糟 如果 連北風與太陽都可以翻得這麼糟 CNN的新聞放進來你會期望他翻得很好嗎 所以翻譯是個很難的問題 對電腦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個很難的問題 我開另外一門課叫計算語言學 從此之後不會再開了 因為 我會把那一門課的內容併到這一門課來 一起上吊 所以人工智慧其實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道路 什麼道路 早期呢 人工智慧雄心患障 他們要模仿人類 而且不是模仿人類的行為 他是要直接模仿人類的大腦 模仿腦袋的功能 他要做出 可以和人類匹敵的智慧行業 結果呢 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陣子 日本提出那個第五代電腦計畫 結果美國說 那時候日本超強的 你知道 不像現在日本超弱的 好像什麼經濟也掛了 然後那個科技好像也 大家覺得好像沒有很強 可是事實上 在1970 80年代的時候 日本非常非常強啊 那時候 日本人都跑去美國 把那個帝國大廈那種摩天大樓 全部都買下來 所以後來有一個摩天大樓指數 你知道 大概就是從日本人開始買摩天大樓 摩天大樓指數就是說 哪一個國家的經濟 正在泡沫化 你看他蓋多少摩天大樓就知道了 蓋越多摩天大樓的國家 就是他的經濟正在最高峰 馬上就要泡沫化 所以這叫摩天大樓指數 那為了預測股票 有太多太多這種奇怪的指數 大麥克麥當勞指數 有挖土基 那個怪走挖土基指數 就是各式各樣的指數 那 第五代電腦計畫日本提出來之後 美國就很緊張 因為那時候日本超強 美國非常緊張 緊張說 那我也一定要弄個比你更厲害的計畫 否則的話 到時候你統治世界 我連分一杯羹都沒有 所以 國防部就開始大力的對 人工智慧技術補助 而且結合到他的太空計畫 結合到星戰計畫之類的東西裡面 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美國在投入了超級超級多的錢之後 他有一天發現 再這樣投入下去 我們的錢 就全部交給人工智慧了 別人都不用用 那 我國防部也會破產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投入人工智慧的研究 後來 美國人請了一個數學家 對人工智慧 有深入涉略的一個數學家 那個人以非常客觀理智而著稱 請他來評估 到底人工智慧的這些東西商用化的可行性 還有 它是指近期室內商用化的可行性 結果那個人評估完之後寫了一個報告白皮書 說 我認為人工智慧在二十年之內 極少有商用化的產品 很可能 結果從此 美國的科研補助 國防部的錢 把人工智慧這個領域拿掉 人工智慧的補助就進入了一個非常大的蕭條期 還是有人在研究 但是錢都沒了 不過這個世界往往是這樣 你花很多錢的那個都是失敗 你沒花錢的最後是成功的 你知道像那個法拉蒂 他當初在英國皇家科學院 他進去之後他沒多久他開始升任實驗室的管理員 但是他就為什麼要升管理員 因為說管理員可以住在實驗室 他就看重那一點可以住在實驗室 不用在外面租房子 而且每天都可以做實驗 他住進去 結果他住進去之後 十幾年都沒有花薪水 一直還是他跟他一樣在做那個小學徒的時候的那個薪水 一直發這個薪水給他 但是這十幾年法拉蒂做出了什麼東西啊 天啊 現在的所有電磁學 電話學都是他做出來 很恐怖啊 所以這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以後你去工作 不要學法拉蒂 如果你跟他一樣 不懂得談薪水 你的薪水永遠不會漲 好 所以人工智慧開始 研究人類大腦 接下來呢 大腦太困難 來研究人類的感官 眼耳鼻口 後來呢 發現感官都已經很困難了 那四肢要怎麼辦呢 四肢直接研究人類 其實 人類是用兩腳走路的 這個對電腦來講是比較困難 機器人來講是比較困難 一直到現在 兩腳走路對 對機器人來講 都還是一個 有問題的事情 你要讓它完全不會摔倒 蠻困難的 最近做得比較好 待會可以給各位看影片 那 所以他們就 退回來 研究蟲子的智慧 像蟑螂 蟻 要想蟲子有智慧嗎 可是你要想想看 你有看過有一隻蟑螂 不小心走路的時候撞牆 然後呢 撞到昏倒死掉在那邊 你有看過螞蟻 對啊 走路的時候它踩在另外一隻螞蟻身上 然後被另外一隻螞蟻咬死或之類的 你會發現動物其實它 雖然不會講話 可是他們很多 是具有 雖然不像人類大腦的那種智慧 但是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智慧 而且還蠻強的 你想要讓電腦可以超越它們 很不容易 你要讓電腦能夠超越一隻螞蟻 非常不容易 超越蜜蜂 非常不容易 不然你就用Arduino做一隻人工螞蟻給我看 用8051也可以 做大隻一點沒關係 不用那麼小 你要讓它具有螞蟻的智慧 可以做出螞蟻的行為 可以蜜食 找到食物之後把它帶回巢穴 還可以跟人家打仗作戰 看過螞蟻打仗嗎 Size 所以螞蟻有大有小 而且有些有毒 像紅火蟻 那都是它們的兵器 好 動物到底是如何移動合作和秘食的 這其實裡面是有很多智慧 這裡其實產生了一組 諾貝爾獎三個人得出 燕鵝 的行為模式 勞倫之 蜜蜂的蜜蜂舞蹈 另外一個會不會再講下去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有三個在同一年 頒給了動物行為學家 好 結果反而 最後退回到研究蟲子智慧之後 反而開發結果 為什麼 自動駕駛車 你只要具有蟲子的智慧就可以做到 螞蟻不會故意去賺 蟑螂不會故意去賺 他們都懂得避開 而且萬一有敵人來的時候 他還懂得逃命 所以自動駕駛車 四軸背景器 這些東西反而變得很實用 真正實用的人工智慧 反而是從動物身上開始 不是從人身上開始 所以結果反而進入了商品化的時代 電腦跟人腦其實是完全 運作原理完全不同 有不同的特長和能力 所以或許哪一天 這電腦和人腦會合而為一 這有個明顯的例子 哪一個例子 鋼鐵人 鋼鐵人不是在自己身上 裝了核子板映爐嗎 之後他就變成機器人 昨天其實我才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人造意識 但是它的中文名字 有另一個翻譯叫機械機 那部還不錯 可以看看 也是在講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部電影叫變人 很早期的電影 然後它是科幻小說家 艾希莫夫 所寫的一部小說 它裡面描述的是 有一個機器人 他活了很久 而且你知道機器人沒有童年 他不需要長大 所以他一出生就是那麼大 所以他可以跳過童年時期 完全把力氣用在最後成熟的階段 這一點是人完全沒有辦法跟他比的 而且他可以一直活下來 活個好幾百年上千年都沒有問題 可能偶爾要更換零件 結果那個機器人 他就 就 開始 學習一些東西 問題是他是從成人時代開始 他學東西 慢慢學 學會了之後他不會忘記 這一點能力是人類絕對沒有的 你一定會忘記 他絕對不會忘記 他學會一個技能就是一個技能 他學會一個理論就是一個理論 當他這樣子 而且他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什麼好處 他不用吃飯 不用睡覺 不用上廁所 長期這樣下來每天24小時 一年365天 他一直在學 會發生什麼事 結果後來這個機器人 他發明了很多 對人類有貢獻的事情 譬如說 人造關節 人造皮膚 人造眼睛 接下來呢 這個機器人 開始具有 變成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 然後他具有高度的智慧 但是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益主 因為他是機器人不是真人 他開始想要把自己變成真人 他用他的人造皮膚貼在自己的身上 他用人造關節 改造自己的金屬關節 用人造骨骼裝在自己的身上 最後他決定把腦袋換成人造腦袋 然後 最後他死了 因為一切都完全像人 他終於跟他老婆牽著手一起死掉 在200歲的時候 這是變人 但是人和 剛剛那個例子是好的 但是我現在怎麼想都不可能那麼好 那個機器人怎麼可能這麼 他有高度的智慧 他怎麼可能完全遵照你的指令 他怎麼可能會對你 完全都指出最好的事情 就算你在他的程式裡面原本這樣寫 他一定會演化出一些 對他自己有利的功能 這是智慧的天性 那 所以另外一條路我是覺得非常有可能 就是機器人會跟你競爭 競爭的結果是 一旦他超越你 你會非常悲慘 甚至人類會絕種 有沒有看過《駭客任務》 真的沒有 有看過《駭客任務》的請舉手一下 一個而已 一個 兩個 好 請抱一下 這麼經典的電影 居然 只有兩個看過 一定要看 強烈推薦 但是 不一定要看二三集 第一集一定要看 《駭客任務》描寫什麼 在未來的某個時間 有一個完美的世界 然後呢 也不算太完美 因為人還是要工作 還是要上班 還是要做事 然後 但是呢 就跟我們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 有一些人 他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 我們其實不是真正的活著 我之所以去上班 我只是以為我自己在上班 我之所以娶老婆 只是我以為我自己娶了老婆 我生了小孩 只是我以為我自己生了小孩 事實上 這些事情我都沒做 為什麼 因為我被機器人 養在一個類似太空艙的 艙子裡面 我身上插滿了衛生系統 然後 腦袋還被植入了晶片 我 其實根本就沒有活著 或者說我活著 是以植物人的形態活著 有些人 有些人發現了這件事情 後來他們成功的拔掉了 自己的回生系統 回到 真實的世界 為了要逃避機器人的追殺 他們必須要做一些欺騙之類的事情 後來他們找到一個人 叫Leo 他們認為這個Leo 很有能力 但是有待開發 所以整部片子 都是他們在訓練那個Leo 怎麼樣子 讓他可以變得更強 突破虛擬世界的防線 讓他變成虛擬世界的超人 打敗虛擬世界的 那些統治的 那些代理人 這是 《駭客人物》的劇情 基本上 在那個年代 人類 基本上他可以把你滅絕 但是電影有交代 為什麼還讓你活著 因為人類的身體會產生出一種電腦機器人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他還讓你活著 後來他們第一代設計那個虛擬世界的時候 把它設計成一個完美世界 結果最後是個大災難 所以他才第二代設計虛擬世界的時候 讓他變成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一樣 於是 每個人都在那個世界裡面 活得還OK 這是一種可能的情況 各位會覺得 這根本不會出現 但是 以我們現在的角度我會覺得 我沒辦法確定他不會出現 而且 很可能只是一件問題 到底他會在 他會在 五十年後出現 還是一百年後出現 還是五百年後出現 可能只是這個問題而已 最後的一個問題是 他會不會在人類滅絕之前出現 所以 看起來很悲觀 但事實上還有更悲觀的 剛剛講的那些都電影的想法 但是接下來講的是我的想法 這個是更悲觀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 因為 在那個我們被機器人統治的世界到來的那天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能夠先活下來才行 但是你要怎麼活下來 一個 你不能被別人殺死 第二個 你要有工作 你才能養活自己 那你 不能因為沒有工作貧窮潦倒而死 當然 或許有人會說 那國家會養你 但是 到那個時候 如果 人工智慧的發展 有長足的進展的話 人幾乎都沒工作 會發生什麼事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沒工作了 會發生什麼事 這會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我不太擔心機器人的那件事情 因為那個件事情太未來 但是 我還蠻擔心這件事情的 當大部分的工作都被電腦取代之後 人類還撐不到被機器人統治的那一年 就已經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會覺得 這個太荒謬了吧 有那麼遠嗎 有那麼誇張嗎 各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怎麼發生的 有沒有人知道1929年發生了什麼事 1929年 美國華爾街 十三號星期五 導致整個經濟開始崩潰 失業率開始飆高 然後呢 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只有美國有 他是歐洲和美國都有的 聯動 結果1929年大崩潰之後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希特勒在19 1929年一次大戰之後 沒多久 他就已經發動過一次啤酒館政變失敗 被抓起來 關起來 但是 自從1929年崩盤之後 整個經濟就變得很慘 希特勒就快速的崛起 莫索盈也是 這導致後來1937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一個社會裡面有50%的人沒有工作的時候 這個社會 他沒有辦法活下去的時候 這個社會會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現在是幾點 哇這點 今天真的又講太久 好 所以 這一點我真的是 擔心 他會發生 因為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 所以最近特斯拉和Elon Musk 特斯拉的老闆Elon Musk和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他們都提出呼籲說要禁止某些人工智慧的研究 但是其實 他們的擔心比較偏向於像駭客任務那種 或電腦入侵國防部啟動核彈 之類的這種事情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現在已經成熟的技術 自從駕駛車 或者華盛 這些東西 有可能取代掉很多工作 一旦取代掉很多工作 大部分的人失業之後 你怎麼讓有錢人把錢交出來 你怎麼請他們誠實的繳稅 當你沒有辦法的時候 最後這些人就會落入一個非常非常的境地 他們就不得不搞武裝正變 只能這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剛剛就講過 所以人沒有飯吃的時候他怎麼樣 還想得到維持和平的事情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其實不是那個很先進很困難的人工智慧研究 而是這些開始已經要成熟的技術 這些技術 會導致很多問題 自動駕駛車上路會有多少人失業你知道嗎 所有開公車的 開當司機的 甚至運輸業者 開卡車的開貨車的 全部都失業 那自動診斷開藥註冊系統上路的話 幾乎所有的醫療人員都要失業 大家如果都懂得修網路課程根本不需要什麼人工智慧 我們老師就已經失業了 現在網路課程講的比我好多啦 而且都是最精華的拿出來 那法律諮詢系統如果成熟 自動諮詢電腦諮詢系統成熟 律師們就失業了 你只要在iPhone上面稍微按幾個鈕 他就告訴你你應該怎麼解決這個案子 採取什麼策略 你怎麼辦呢 你可以請華森幫你做辯護吧 那怎麼辦 那當會計系統變得更聰明 會計師就失業了 而且他可以結合物聯網 房子可以用3D列印 用樂高積木的方式組裝起來 營造業就不用完了 耕耘機變得更聰明 他會自動耕耘 自動種植 你也就農夫就不用玩了 漁船學會自動捕魚 漁夫也不用玩了 工廠 訂貨生產和運送搭配物聯網 完全自動化之後 工人就沒有工作了 那個時候我們還能夠好好的工作 變成一個工作不存在的世界 我們怎麼活下來 我們怎麼活下來 這個世界可以以這個狀態維持下去嗎 所以我害怕的不是人類的能力會被電腦超過 而是你的對手是不睡覺不休息 不需要吃飯不需要上廁所的電腦 你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賺錢 各位現在可能很多人都還沒有賺錢的問題 但是也有很多人有打工 所以你知道 如果很多有打工的同學 如果今天你沒辦法打工了 你爸媽沒辦法給你錢 你怎麼辦 修學 回去找工作 發現找不到 這個世界 什麼都有 就是沒工作 怎麼辦 這樣的未來 我不知道到底會怎樣 但是 我還是要教你們這門技術 讓你們有機會創造出更多有智慧的程式 然後 讓我們沒飯吃喔 沒衣服穿 沒房子住 沒工作做 剩下的問題 就等你們去解決 好 那 下禮拜 我們真正來開始看 怎麼樣子做 人工智慧 好 等一下 最後最後 每一週都要有習題 這週的習題 來 這週的習題 來 這週的習題 來 家庭作業 我老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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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作業 來 我傳上去 好 家庭作業 打錯了 已經有家庭作業了 我要答應 好 好 這個問題呢 回去 請你寫出程式 然後 交上來 對家庭作業有問題的同學 現在問 請你寫出一個程式 可以尋找S平方加4S減8的這個函數的最低點 但是這是個通用程式 你把其他的多項式函數給他 他或任何一個函數給他 他都可以找最低點 他就是找最低點 好 那所以 四次方的方程式 他也可以找最低點 怎麼找 提示 提示 提示是什麼呢 所謂的函數 我們現在指甘變數的話 那他可能是這樣 會吧 那問題是 我要怎麼找他的最低點 最低點現在看起來顯然還在這裡 怎麼找 好 如果有很多個凹點的話 你要找最低點 還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找到相對低點 你要找相對低點怎麼找 想辦法 好 現在我這個圖 感覺困難了一點 畫簡單一點 假如這個圖 上面只有一高點 請問 你要怎麼找最低點 代入公式 問題是 隨便出入函數 你知道 五次以上的方程式 是沒有公式解的 這數學上面有證明 五次以上的方程式 是沒有公式解的 那我現在隨便原理一個函數 不只是五次 還有可能是 還有可能是 還有可能是有sine之類的 1的s次方之類的 都有可能 這沒有公式解 你現在所謂的公式解 只是在於 因為你國中有背 那個二元一次方子字的 公式解 或最低點的公式解 你怎麼找最低點 你怎麼找最低點 一個辦法是這樣 來 請你寫一個層次 一開始 譬如說就從0開始 0 你去看它的值 目前的值是多少 接下來 你就 在它的兩邊 各跨一小步 在ds距離的地方 譬如說0.01的地方 檢查 檢查它的值是多少 然後這邊也檢查它的值是多少 你會看到 我如果要找最低點 我現在應該要走哪邊 我應該要走 右邊 對不對 所以我就移到這裡 移到這裡之後 繼續往它的左右兩邊 再做一次 發現更低的在這裡 繼續往 這邊移動 一直移 移到有一天 你發現 兩邊都比它高 不跟它一樣 在 那這時候 你應該就在 區域的低點 它不見得是 所有函數的最低點 但是它如果是 只有一個 凹槽的話 它絕對是最低點 但是如果有 有一個凹槽 那它可能是這邊 對吧 甚至還有可能有平原 對不對 平原 接下來 你會不會趕在這裡 有可能 如果你是等於的話 也 就停的話 它就 如果有平原 暫時不考慮這件事 我們這些孩子 不會有平原 OK 回去 寫出這個層次 交上來 第一次上課的作業 用任何語言都可以 但是 要能跑 要把 城市和跑的結果 通通都放上來 我們只要找 很接近的那些 所以 你可以畫一個很小的 所以 你可以畫一個很小的 對 我們要 很接近這一點 很接近這一點 不一定要 無理術的情況 就是說 你今天是 三分之一 對 三分之一 對 但是 它其實是 你不可能找到這裡 對 那怎麼辦 那 你只要找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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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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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4 6 4 4 5 4 5 5 6 6 5 5 5 谢谢观看